工作認真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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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右左邊 好 走 進去正位子 好 我心得就是人生沒有真相 真相永遠不一定代表事實 所以所謂的公理正義要靠自己去爭取 其他都是假 對 弱弱誠實的社會 世界 生存法則就是 只有爭取自己的權益 除此之外 都是片 你覺得看韓劇的律政劇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或是一些收入 因為它這個是改編的喔 它改編BBC的 所以 結構上應該跟音劇差不多 但 我剛剛在那個電子媒體上面有講 我覺得比較能夠感同身受的是因為 韓國文化跟華人文化有雷同類似 然後加上我們的膚色等等 感覺上會比較有帶入感 所以更有感覺 那麼他們的敘事節奏一直非常的緊湊 我覺得他們編劇一絕 第二個就是演員很敢演 然後題材很敢碰 很敢往裡面去鑽 他不會自己有一道自我審查的機制 這一點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我們加油 包括我自己演員也要加油 就像金秀賢那個全裸 當然他不可能全裸 他可能 可是我覺得那個對於演員來講 都會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但韓國就覺得很正常 我記得以前宋承縣什麼 那種拍床戲也是拍的裴永俊對不對 他們在如日中天的時候 也會去接那種 大家不被 覺得是反派 甚至比較不討喜的角色 然後演員也願意嘗試 可是觀眾也給予鼓勵 我覺得這很好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需要觀眾的 餵養跟支持 如果他們就說 你老是演渣男壞人 大家都不要演 然後你社會 你的劇總永遠是講那個高大上 然後很偽善的東西 我覺得這沒有意義 如果當你去做這種 類似反派的角色 念個殺人魔什麼 但是你有把那個內心揣摩 讓觀眾理解 他為什麼 他的動機是什麼 假設 他為什麼外遇 假設 那如果大家能夠探討 這個事情的本質的時候 我覺得演員應該大部分 就很願意嘗試 做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否則永遠 在那邊耍帥 那邊 風花雪月 我覺得對於觀眾的認知上面 也不會提升 韓國就蠻厲害的 所以你這次看車勝員 有沒有覺得 真的很特別 很特別 你看的全賽都有樣子 對啊 而且那拉哩拉哩他的樣子 對 我剛剛有講說 因為我在韓國有一些藝人朋友 然後我每年就疫情前都會去 都會去找他們 然後他們就有聊到車勝員 就說他很厲害 從一個模特兒的轉型 到一個被大家認定演技派的 影星喔 他在拍電影 然後我每次從那個仁川 或者是金浦的機場 要進市區的時候 在高速公路上 都會看到他的看板 賣家電啊 那種咖啡 反正就是掛胡刀啊 那種 然後他都不是 他不是那種典型 我們的審美觀念說 那種花美拿很帥好不好 啊不是啊 就是很沒了鬍子的那種 以往只有在那個 西方世界比較少 比較多看到這種類型的演員 東方社會比較少 然後看到這樣款的演員出現 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講 我也覺得我們應該也要往那個方向走 就是各型各款的演員 胖瘦 扁的圓的都要有 然後這樣才能夠讓整個劇種更多 嗯車勝員這個蠻厲害的 其他就電影啊 具體說我也想不起來 一些犯罪片好像蠻多的 蠻多電影 我就看到他 對 對 對 金秀賢 金秀賢 有讓你 除了肌肉 金秀賢 有啊 他那個眼神的轉換啊 從一個 好像誤入叢林的小白兔 一直到最後為了生存 我覺得那個演技也是一個非常大的 考驗 然後我覺得韓國演員厲害的就是這樣 他可以很清純的像個偶像明星 也可以很近一來像個實力派的演員 那我覺得他們的養成功夫非常好 我是個人是蠻欣賞的 市長有一些韓國的演員朋友 或是想去韓國 會有機會 未來有可能想到去管韓國的 應該有 應該有 都是有的 現在我下個月就出國工作 投資方就是 應該可以講 先不要哭 哈哈哈哈 旁邊的人 就 好像其實講沒差啦 CJ啦 喔 對啦 對啦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是好事 就是 我們跟不同的團隊合作 你知道嗎 是戲劇還是戲劇 影集 六集 很短耶 對 那會待多久啊 有預計 呃 大概不到一個月吧 二十幾天 一個月 因為我們時間壓縮 對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跨國的合作 我覺得蠻有興趣的這樣 嗯 嗯 對 這部是沒有讓你最 生氣的 或是看人 這樣看人 就是那個檢察官 真的超氣勢的 可是就是為了 大家都為了生存 然後為了他的烏殺 為了他的飯碗 那其實韓劇很多都講這樣 包含 我之前看那個追擊者那也是 然後 反正都是一樣 我覺得人生活者真的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 開宗民意 開宗民意就說明 所有的公理正義 都是靠自己爭取 然後你得去跟人家角力 去跟人家抗爭 然後 本質上就是 就是我們都是文明穿著西裝 帶著吃人肉的人 其實都是 每個人都一樣 各行各業都一樣 只是你選擇 被屠宰還是你屠宰別人 我覺得人生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你說我覺得很可惡檢察官 但是我也換位思考 如果我是檢察官 如果我是那個警察要退休 我總是要留得一個好民生吧 不要晚節不保 我覺得都是這樣 人性都是這樣 那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他的時候 因為他沒有無罪推論 對不對 他就是有罪推論 其實應該法律上是無罪推論 但是也找不到任何一個兇手 目前就是他最可疑 當然是想盡辦法 挪置罪名給他 所以這自古以來 冤獄很多 我覺得也不止這一件 只是說 他想表達的 我想應該是人性 其實不是 不是什麼真相跟什麼 其實真相是什麼 以不重要 因為觀眾第一集都知道他不是兇手 可是為什麼還把整個劇追完呢 所以探討應該是人性還有司法漏洞 司法是永遠有漏洞 因為制定法律的人 本身就是最會專法律漏洞 所以這個就是很正常 沒什麼好說的 你本身就是這種 律政劇的那種劇 或者是你演的時候 會去參考什麼一些角色的事情 倒還好 我沒有 因為我比較常關注這一類的新聞跟事件 所以我會對這些東西比較有感 那就帶一個有感的心情去看這些東西 看看戲 他他們是投資方 他裡面是講 犯罪 網路犯罪 也是 也是一個犯罪心理學家 沒有 我踢一下 他們剛剛沒事沒事 經紀人已經揍你 不需要練韓文 那他是韓國投資 但是我講華語 那是合作的對象 只有你一個台灣 兩個 三個 但他不是韓片 他是華語片 只是韓國投資 那他也是類似行爭嘛 那我覺得現在很多都探討這些 因為他裡面也講到一些人性的問題 那我覺得跟我們今天某一天的主題蠻像的 就是你在追查的過程 真相的過程當中一定是幾經波折 然後你為了要 你為了要達到你認知的公平跟正義 不會 你願意犧牲多少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一個悄悄板 因為所謂公理正義 真的是因人而異 每個人的標準而不同 你看到了 你不去處理他 你一輩子過不去 你就可能會努力去 捍衛你的所謂的公理跟正義 但如果你看到你好無感覺 你覺得那不干我的事 你漠視這件事情 那其實他在你心中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他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所以 對啊 我覺得大概大體上是這樣 那我們戲裡面當然就是 不管是我接下來要拍的 還是我們某一天要講的 其實就是讓大家去反思這件事情 反省這件事情 人性還是需要被激勵 去啟發 你說拍的就是要出國嗎 對 這是睽違多久 有這種 當然還跟大家一樣 還跟大家一樣 這是兩年 兩年 不過值得推薦 我覺得我們要努力跟韓國學習 他們真的是 剛才我講題材很大膽的敢寫 然後演員很敢演 戲劇的節奏明快 還有編劇的功力很強 這就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方向 然後我覺得我們也慢慢的 台灣也慢慢的一直往這個方向走 好事吧 好事吧 我覺得應該這兩三年應該 台灣戲劇應該會 會 有機會走進 國際的事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這兩三年應該 應該蠻快的 他剛好跟你疫苗都打了 打完啊 打完啊 對對對 擔心韓國疫情比較嚴重 我不是去韓國 我不是去韓國 對 沒事啊 就打好就好 現在就應該是淚流感化了 還是把自己衛生習慣做好就好 你不可能一輩子都 不跟他相處嗎 你不可能一輩子都 不跟他相處嗎 沒有啊 這兩顆普通就好 你是打了哪一排 因為我很好 喔 單劑有什麼 殘劑嗎 殘劑 對 為什麼要副作用很重 就是打了疫苗之後 有啊 手有點酸酸的這樣 但其他就還好 可能 每個人身體反應不同 這也沒這樣 這也沒說過 這也沒說過 車勝遠的角色會比較喜歡 因為金秀錢他大學生 不好意思 我 我給他打肉毒打 我覺得車勝遠會比較合適 然後我也蠻喜歡那種邋遢的 三流律師那種 因為其實 我們都習慣端著演戲 就有些戲種 一定金莊律師那種 就一定要這樣 律師一定都要找 我覺得好累 如果你能這樣子 為什麼不行 因為一般人在家裡都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種態度來演戲 我覺得會很輕鬆 我覺得會很輕鬆 陳勝遠那樣子 我是蠻喜歡的 所以他邊摳腳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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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是幫形象加分啦 就是幫他的角色性格加分 很多啊 我覺得這個設計都很多啊 很多戲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故意加強 有些可能是演員自己要求的 欸我不知道BBC版 有一位姓名不演 對啊 喔對嘛 對嘛 對啊 其實演員可以自己加一些 很奇怪的 不舉 不舉 不舉可以吃藥啊 那他可能沒有認識藥商 哈哈哈哈 他應該跟藥商要一點藥 那申豪對於法律 導演上這樣的態勢 會不會覺得戲的困難對於 欸真的蠻難的 我們拍《最佳利益》的時候 第二季第三季 第二季的法庭的戲比較少 但我記得第一季上法庭 檢察官要陳述一些東西的時候 好 那真的 因為有些專有名詞 是不能夠 像一般自然說話這樣過 而且 很怪喔 他們在寫狀子的時候 都很喜歡寫的 不像人寫 我也 我真的覺得 我有跟很多律師朋友聊過 我說你們為什麼 寫狀子都不要用 平易近人的書寫方式 一定要寫那麼文周周 他說沒辦法上課都這樣學 我說但你這樣 那司法離人民太遠了 我今天 要寫 我自己比方說 我沒有請律師法服 也沒來的時候 如果我自己要寫狀子 其實自己可以寫的 自己是可以寫的 好你自己可以寫 問題是 你就要參考 好你可能要上網去看那個 你開始要去寫那些字句 那個 我是覺得有一點 是不是可以 可以大白話一點 我不知道啦 我不是學法律的 我只是這麼想 所以我在拍那些戲的時候 其實就 一卡詞 就啊 就會有點ag 這樣 我覺得那個蠻困難的 專有名詞也是蠻困難的 所以我對於他們在戲裡面 那種長篇大論的畸變 我都很心裡想說 這到底拍了幾次 對啊 我心裡會這樣想說 如果是我要拍 應該要請你拍 所以很不容易的去寫 去寫 所以比起來是裸露比較容易 哈哈哈哈 你要看他的職業式 不過他肌秀鞋的衛門太壯了吧 嗯 就有一大學生 對啊 大學生來講 對啊 肌肉 然後又很無辜的臉 我是覺得有點違和 哈哈 還有那個頭髮 我這個這個我要舉例 這進了監獄裡面 為什麼頭髮還可以用得像香菇一樣 當然他最後有剃頭 可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這比較沒有那麼顯實 可能他還有其他的 代言 代言 就這樣瘋瘋的啊 那種花椰菜那種頭 我是覺得這一點就比較 可惜的一點 如果我可以寫11點 就是進去都三分頭 對 但是我最... 那不能要鋪寫最後整個轉型 那時候剃頭嗎 有可能 有對 但是後面剃也沒有剃乾淨啊 對 可能有代言之類的 不能剃頭 我覺得是這樣 可能是這樣 商業 對 很多人寫他們說是比較開放式結局 蛤 開放式結局 對 那你怎麼看 很好啊 我覺得現在很多劇種的開放式結局 應該讓觀眾思考啊 留白啊 以前都講得很 很滿 觀眾沒有想像空間 跟思考空間 我覺得現在應該都 劇種都要 留一點點灰色地帶 讓觀眾去理解 那當然有些人不習慣 不過慢慢可以改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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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